都说原子弹下无缘魂 根本没有人同行日本的遭遇 这是为何 真实录像带你揭开答案 画面中是1945年8月 日本广岛和长崎遭遇原子弹轰炸 瞬间蘑菇云升起 共计造成20多万日本军民的伤亡 大量防务的倒塌损失无法估量 然而 就在原子弹投掷之前 美军早已经撒下6300万份撤离通知单 但无一人撤退 当时的学生们不再上课 而是进行军事训练 拿着刺刀操练各种作战技巧 高喊着必胜向天皇尽忠的口号 镜头中是日本东京幼儿园 小孩子们戴着纸做的防毒面具 手里拿着木棍当枪 前方纸张上画的赫然是南京金灵塔 等金灵塔被烧毁 孩子们呼应而上表示攻占南京 纷纷爬上铁架挥舞着木棍 学习打仗已经渗透到日本 妇如孩童的方方面面 三岁的孩子便开始军事训练 他们小小的身躯 还在舞刀弄枪 眼神里没有对知识的渴望 满是凶狠与杀戮 方面中 这些稍大一点的孩子 为了加强他们的特殊技能的训练 不仅仅有步兵操练 还有炮兵防空海军空军训练 确保学生能够作为储备力量 加入到军务和国防之中 能够增强力量 第二个时候能够全面的备合本土的防卫 不得不说 二战期间日本是全国动员 战争后期 为了弥补兵源不足 将大批学生兵送往中国 太平洋战场前线 产生了特殊的学徒出阵现象 镜头中是日本77所大学的2.5万学徒 在雨中持枪列队 6.5万人尚未达到服役年龄的学生 为其欢送 内阁总理大臣东条英姬训辞 呼吁学生以坚韧不拔的意志 和遇上的信心 担负起护国重任 学生代表江桥信四郎 朗读演讲稿 而他最终也在战争活了下来 并成为东京大学的教授 自1944年3月 日本首相东条英姬 颁布决战学生动员实施纲要 强制要求中学及以上学生 无论男女借备戴 需去工厂或者农村生产劳动 现在镜头中是被派往军工厂劳作的人 如同机器一般的夜以即日生产的武器 到1945年3月 日本所有学校被要求停课一年 学生全部被派往工厂或者农村训练 这些女学生赫然便是在生产子弹 此外还有加工飞机零件等战续物资 十几岁的孩子 每天工作时间不低于八个小时 现在的画面中是前往农村生产的日本学生 他们被安排入边了当地的粮食生产队 专门生产农作物 要知道战争时期 日本几乎派遣了所有成年男性进入战场 国内荒地遍布 无人劳作 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每次名曰少年农兵队 根据后面一些当事人回忆称 他们被拉到农场训练十来天 以武士人为中队下到农村生产 所到之处 皆是战争导致的荒废之地 这也正门的军国主义默契的日本 不管如何增长也改变不了末日的临近 终于 在8月6日 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 在蒙古云下 整个广岛一瞬间被夷为非虚 很多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已经灰飞烟灭 只留下一个印在水泥地上 或者墙面上的影子 更多的人常年都在倾受核辐射的伤害 在不久将来痛苦的失去 据统计 整个广岛直接或者间接死原子弹爆炸的人 高达20万人 然而 跨城炼狱的广岛并没有让日本感到惧怕 在他们看来 美国只有一颗原子弹 就算广岛没了 他们还有全日本的人民随时战斗 拒绝投降 三天后 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 导致长崎市十万余人 在当日伤亡或者失踪 数以万计的死伤民众 终于换死了日本天皇的良知 他害怕还会有更多的原子弹 落在日本的国土上 这场蔓延整个世界的战争终于结束了